就这儿 今天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个 我的一个姐姐家 就你一直说的那个泰国姐姐 这边其实我也没来过 他们这个小区也是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发商开发的 Land House Land House在泰国算很知名的一个开发商 但是他只是说这个是以前老式的小区 对 对吧 他就是建筑风格 还有这一些可能就是以前的那种设计的感觉 今天也是看一下姐姐的这个房子 姐姐这个房子占地是一来 一来 对 那我们跟新观众科普一下 可能老观众知道 泰国有两种计量单位 第一种是蛙 就大浪蛙 一挖相当于我们国内计算的差不多是4平米 对4平米 一来一来地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是1600平米 所以说整个占地有1600平米 1600平米对 一来地的别墅相当相当少 基本上要是他都会切成4块5块对就是你在小区里面要一来地很少 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观众关注的就是说在这边的一个房子总价 其实在泰国在清卖买房子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买房都一样 它地段也很重要 它有很便宜的房子 也有很贵的房子 对吧 就像有上次我们拍的小蕾 小蕾租的那个房子 8000泰铢一个月 对吧 但是那个房子还卖290万 对啊 它凭什么卖290万呢 当初我们就算 然后因为它整个占地我们算了一下也就200平左右吧 200平也就50万左右 对吧 那凭什么我们在想凭什么卖290万 所以说这个这里其实地段不错 对 它离嘎夫郎啊什么都特别近 然后周边的国际学校也很好 而且是迎着临着主路 对 它是在那个主路上 它不是有些比如说在航东啊 但是它是在小路里面 它不在主路上 就像在村庄里面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院子挺大的 这个只是算一个前院还有一个后院 在前面前院后院 你就看这边就是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是单纯的一个草皮加上那边的一个喷泉 这院子里面绿植很多啊 你就看整体的这个这些这个绿植花了不少钱 对这边其实说一些这种树啊我们自己家里也种过 很多这种大的成年的这种树很贵 你包括这棍木都很贵的 这个这个其实修的特别特别整齐 修的特别整齐 姐姐家有专门园丁 有专门园丁每天会打理一下 哦这是这是姐姐家的工人是吧 这里看上去就特别有豪宅感觉 它这个房子挺好的 为什么吗 她这现在就姐姐家里房子有点多 有钱人的世界咱有点理解不了 她现在这话说的就特别 她现在是这样 她现在是这样 她的老公然后呢在曼谷 嗯 所以她要经常回去就回到曼谷 那她现在这边几个人住啊 她这边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和工人 我然后呢 而且就是现在姐姐还有其他的房子 姐姐说这也太大了 一个人对 对一个人数太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摁青木中的这种豪宅得有一个云泉 对对对 这占地是1600平米 她这个房子有几房几位 她这个房子一楼是两房一位 二楼是三房两位 副楼是三房 是等于是八房 罗贝城街 八房五位 对 姐姐一个人住 对 姐姐一个人住 所以是有点大的 她还有一个工人 就是住在这 就是我还跟你说 这是姐姐的光是就是房子 你看到好像是一个大房子 其实对于她来讲也没什么 她还有这个真的好大 比我们家比你们家我们两个家起来都大 她在那边山上那个就是好像那边就是有温泉的那个地方 她那边有一片地 她的地你猜有多少 你稍微让大点想象一下 你猜有多少地 大的就往来想吗 对就往来想可以 十来地吗 八十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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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来地是多少平方啊 嗯 让我算一下啊 十二万八千平啊 嗯 那打算最近整理整理 然后有人给会出个奇葩书啊 看谁要做点 她也要卖吗 也就如果要是有人买的话也可以卖掉 在温泉那边 那它里面是有温泉的吗 这个你要往下打井啊 你打出来就有啊 要是打不出来 有可能打来点石油怎么办 如果能挖出温泉 都可以开个温泉公园了 对啊 对啊 要是能挖出来温泉的话 真能开个 我哪天去看呢 可以可以 咱哪天拍 八十来地 八十来地 我们走得 得走死了 开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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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还从来没有拍过地啊 对 因为我我之前一直不拍地 就是觉得地就光秃秃的 没什么好法 但是八十来地这个是值得一拍的 我感觉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好好好 咱进屋看一下 这是主楼 这是主楼 其实还好啊 这房子几年啊 十来年 十几年了吧 要其实保养的还好 对 因为它有工人啊 就是经常会维护就自己家的人 大家从这里就能看得出 它是一个台式的老式的一个建筑 因为门啊 包括这沙门都是木质的 包括那边窗也是都是木质的 窗户全都是木质啊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 木质的好像不好 其实我发现在这边木质的反而要更贵一点 对 这是什么木啊 又木啊 又木啊 太北好像都是用木 又木 皮脚就是 防虫啊 还有 啊 哎这房子其实 还蛮大的里面 然后它是有一个隔断 这边是一个客厅 小厕层 有个小台阶 有个小台阶 这边有个小台阶 这边是一个客厅 对 然后餐厅在那边 哎 这个餐厅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嗯 就是我们在这边很少看到圆桌吧 对 对吧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圆桌 哎 姐姐是中国人吗 姐姐是泰国人 哦 所以这个圆桌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 哎 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空调是封闭在里面的 就非常泰式 挺讲究的啊 做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打一下这空调 可能稍微美观一点 嗯 然后这些灯啊 几个灯 姐姐跟我说 就是姐姐买的这些灯都是很贵的 好像是古董灯啊 还是水晶灯啊 那种啊 很贵啊 特别贵的 哦 挺漂亮的 嗯 哎 我看姐姐家这个家具都挺讲究的啊 他就卖卖房子所有东西都带一 好多他都是就欧洲家具啊 还有好多都是古董家具啊 对啊 我看很多都很精致啊 他就所有家具都在都一起送了吗 送了 他因为他也不想再带走 啊 因为他其他的房子都是也都是装修好了 这个东西他也没地方放了 对我看那些家具我就特别喜欢 对我感觉其实虽然说老房子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太怎么装修 因为他用的材料还有什么是非常扎实的 比较讲究啊 对非常讲究 然后我们看到后面外面有个小花园 这个其实平时我们做做啊和和茶聊聊天也挺好的啊 地大可用的空间就多 就实现想法的 对你就很多想法嘛 就像我有时候就还想家里去放个集装箱 然后做一个 对你因为你有这个空间你才能去够想这些事 你家里就一直门读 你怎么装修都是问题 对不对 对我现在就感觉我家地好像还是小了 不小不小可以 然后这边这边楼下是有卧室的是吧 楼下现在姐姐是基本上就没把客房什么的 就没放床那种 他一个人住嘛 他自己有一间办公室 他自己有一间办公室 还有一间就是休息室 这个是鞋柜 鞋柜吗 对看一下 我姐姐这好讲究啊 真的就一双一双就这样 这份很整齐啊 对啊 大家没看到姐姐啊 我们叫姐姐 其实姐姐有五十几岁了 五六十岁左右了 就我看他生活就特别讲究 我姐姐特别讲究的一个人 就是你包括有时我回来姐姐家喝茶 姐姐做的什么茶茶点都自己手工做的 这间是 这间是办公室 对姐姐的办公室 我就看那些家具 对 你们一坐 电脑 睡机 自己有独立的这种书房空间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对对 如果有这条件的话 我现在把楼下的房间也做成一个书房了 对 其实这间房可以做成一间卧室 可以 我 我这间好大 这这不是不是一个说卧室的概念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有多大 这个可以就是 我这个真的好大 这个比我们家的卧室都大了 比主卧都大 比我们家主卧都大 我们家主卧已经算是很大的了 这个特别大 你看这个沙发 假如说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我买过来的话 我可能会把这个墙稍微扩一下 直接做一个落地窗 落地窗 就太漂亮了 对着这边的喷泉 这边就是个温泉 对不是温泉 喷泉 喷泉 不是热水 喷泉 对 就是你想这要是一个落地窗的感觉 这花不了多少钱 你就砸一点墙 对对对就可以了 诶 你看看 全是四大名著 《红楼梦》《水浒传》 《三国演绎西游记》 何言 《史记》 二十五史 《资字通鉴》 我姐姐会说中文吗 姐姐普通话应该说比我标准 比你还标准 对 姐姐好像在台湾是读过书 这 卫生间 然后这个是卫生间吧 对 有人吗 没有了 哦 没人 哦 它这个是灯跟那个排风直接连的 所以里面会有一个噪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卫生间其实看上去是比较老 但是很干净 它像不像过去的那种很老的那种五星级酒店的那种卫生间 对 就是这种老派的 我这个 厨房大 真是豪杰 这什么都大 虽然说这个在我脑子里面的二手房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说是二手房 这什么都大 对 这厨房特别大 对 你就感觉一下这是好几米啊 这真是 你看这里真讲究啊 嗯 虽然我不懂咖啡 但就特别漂亮 这厨房特别大 我家就是缺一个大厨房 我家这厨房真不大 但这个厨房真的好大 这比我们家厨房大一半 如果我家有这个厨房 我根本不用处理 就在这就吃了 做完了就吃了 对 如果人少的话 两个三个人就在这边可以吃 三四个人就可以完全在这吃饭 对 对 你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什么东西是吧 这什么东西啊 打碎机 就是很多 对很多餐厅啊 还有什么那种 它直接会打碎 直接就排 对对对 它会直接排走了吗 它防止这个下水道堵了 哦 就直接这个 你有那种食物残渣 就会倒进去 哦就是打碎了以后 就是水一冲 对 一冲就没了 对 哦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提 你知道这间房子的水井 是自己打的 有井水这个 对是有井水 水是不花钱的 你帮我浇花什么的 哦 水不花钱 对 这个就特别重要 怪不得姐姐家这个院子打理的那么好 就水不花钱 对 浇花植物 特别费水 我们家就是 水费很贵的 我们家就是我现在连花园都不想要了 就是那水费浇的 想硬化的 想硬化 我就不想要绿化了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我们上上二楼看一下 一楼基本上都看完了吧 一楼转完了 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哦楼上还有一个客厅 对 哦 这个客厅也不小 对 这其实 你按照我说的 又是要做一间房了 如果说你想象中你会在二楼啊怎么样 其实一楼一楼的空间 每天一楼和空间足够的去卖 你真的不上了 对一楼一楼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其实这边一封就是一间房 对 封的又是一间房 对 不过 对于这个房子来说房间很多了 也没必要 没必要差点 对啊 浪费点浪费点 对啊 这间房没必要 这边就是一个 啊 做做这个双床的 应该就是一个客房 标间 这是个标间 然后这边 泰国以前装修的 包括现在很多样板件装修 都是把橱给做在 做在这个墙里面的 不是墙里面 哎 一体一柜嘛 这现在你看就是在咱们那不也有 整体一柜 啊 对对对 就根据墙高的这种叫整体一柜 对 这种还贵呢 对不对 嗯 这是姐姐两个女儿的房间 两个女儿 对 姐姐有两个女儿 但是就是现在他们很少回到 就小时候住的 然后这里是卫生间 卫生间 然后这个卫生间也不小 对 干干净净的 这个可能配色就很多人能够接受 刚才那个可能就配色比较老气一点 对吧 这个比较年轻一点 然后这边 这个是主卧吗 这个不是啊 这个也是个客房 姐姐儿子的房间 儿子的房间 儿子的房间 两个女儿一间房 对 这就开始收拾了 地毯 然后它的颜色就应该像那样 哦 哎 哦 这个是跟两个房间 共用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共用的卫生间 跟刚才那一间是通的 哦 这个肯定是主卧了 对吧 对 这是主卧 哇 太大了 哈哈 这主卧 这哎 那里面跑跑不可以 对啊 这主卧太大 哦好凉快 哎 这主卧真的是太大了 对 这边还连着一个小样 啊 好凉快 这真是 哎 好舒服啊这边 不能坐坐啊 不能坐坐 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 还有诗和五线铺 五线铺 五线铺到哪有五线铺 哎 这个 毕竟是主卧 面积上看看到很大以后 其实 主卧的标配 一帽间 他也不少 都是哎 这个真的有点像这种 我们已经看到日式的家居那种 保养特别好 哎 主卧的卫生间就带了一个这样的浴缸 浴缸其实有时候说起来 就是不太实用啊 但前几天我就跟我老婆说我想去 泡一下 但我家那个浴缸 那时候就造房车说不要不要 然后就没有了 其实清迈的冬天不冷 但是有时候 稍微凉的时候也想泡一下 有个浴缸其实现在想起来挺好的 但我们当初就没要 姐姐在工作 姐姐在工作 没事没事 我们后面看一下 我们的后面 后面还有很大一片地 我们从这边走吧 我鞋在那边 鞋在前面 这个就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问题 就是我前门进来以后 可能后门出去 我现在鞋在前门 经常会找自己鞋 不知道找 我家就是前门几双靠鞋 后门几双靠鞋 想用就这样 对我们现在也是 但是我有时候你要出门的时候就不行了 对 还有正常的换鞋凳 这么大 这个就是公园的凳子吗 对呀 就公园凳子变成一换鞋凳 挺好的 我们现在去买一个这个吧 我们去后院看一下 有司机 有工人 他司机特别好 经常去给我们家干活 我们就要看一下吧 这个车库其实也挺大 这个车库 这个车库 这车库其实可以停四辆车 四车位 对吧 一二三四四车位 你说这样的车库 咱要放摩托车可以放多少 你都能做二手车商了 我们去后院看一下 对 这个就是主楼 旁边就是一个车库 设计的还挺合理的 对 这边还有一个就像长廊一样的 这个就其实说实话 就跟我们 我如果在上海的话 这就是一个法租界 前法租界里面的一个 对 就是这种小咖啡馆啊 这种或者一种比较洋气的餐厅啊 你看这个位置吗 这个位置完全可以改造成一个游泳池 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其实做一个标准游泳池是绰绰有余的 关键是用游泳池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哦对 又提到这个事情 如果这样游泳池水是完全不花钱的 这挺好的啊 羡慕的 那不我们一打口井吧 这个就是一个副楼 对 副楼这边其实有三间房 三间房三间房三间房 然后这个是保姆间 保姆间 对还是个套房 保姆间是个套房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保姆间 对 所以就会比较杂乱一点 杂务房 哎如果这个做成卧室的话 其实不小 完全不小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然后这边有个卫生间 这个是什么 卧室其实是一个 哦里面还有个卧室 我这边其实还是一个 可以做一个卧室 但也可以做一个储物间 姐姐就把它当仓库了 嗯 然后刚才那个储物间一出来以后 这边就是一个保姆卫生间 其实其实挺大的 只是他没有做一些隔断啊 那些呃淋浴啊 马桶这些该有的 其实一个都不少 然后这间套房其实挺大的 我觉得就稍微刷一下漆啊 什么就可以了 就是稍微整修一下 然后这间是 哎这间是什么 这是其实也是一间就是客房啊 姐姐把它变成自己的工作室 工作室 这兴趣爱好 姐姐的兴趣爱好你知道是什么 姐姐的兴趣爱好是缝纫绣花 我以为这是一个成衣工厂 你知道吗 不是姐姐她爱好绣花 绣花 对她做了很多那种小花边啊 就像这种那种绣啊 小冰啊 哦 就可能有一个就是 少女心 对对少女心 姐姐挺少女的 哦 哎做做一个手工工作室 对工坊 她不有这爱好吗 她就喜欢就是做一些小小手工啊 就是跟衣服有关 她之前疫情的时候她做了很多口罩 哦 她就捐给庙里 哦 对她送给亲戚朋友啊或者什么 她捐给庙里 哦那很好 这间也是个套房 哎 是个标间 对是个标间 很干净的一个标间 然后两张床也是有一个卫生间好像 对也是有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边就是淋浴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台盆 马桶 我们先把那个八方五位全部看完了 嗯 然后你可以给观众透露一下这个房子 卖多少钱了吧 这个房子就是整体包含家具 还有所有这些基本的设施 就所见即所得嘛 所见即所得 然后就 包括就除了家里有一些古董字画 可能姐姐会拿走 对 然后剩余基本的东西都是都是在里面 1860万台铸 1860万台铸 差不多300多万人民币吧 因为现在汇率我也没法没法细算 其实按照 在航东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然后按照这个占地来说的话 这价格不贵 真不贵 那 因为现在新房大概这么大的 就按新房来讲 大概这么大的 应该在2500万以上吧 新房都很少有一来地 一来地啊 一来地说实话 作为开发商来说的话 我肯定情愿他把它分成四块 然后做成四栋楼 对对 按照四块来说的话 一块地有400平也不小了 对对吧 因为你看有些经济型的 我们说那些便宜的一些房子 它占地也就100多平 对没错 就基本上没有花印卡满了 那你一来地的话 能造好多房子 所以现在有很多开发商 不愿意去把大地卖给你制造一栋房 对就是这个原因嘛 不愿意 因为就是你地上物跟地价 它是不一样的 对地价的 航东地价 所以我本来想说地价便宜 但航东这个地价也不便宜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航东地价算贵了 因为毕竟它就是各种设施啊 包括学区啊 附近就很多国际学校嘛 对没错 然后再加上他们旁边就是嘎夫郎 对 所以这个地段还是很好的 而且它跟我们小区一样 是在主路上的 对 它不是在这种 完全20的主干道 对它就是108主干道上面的小区 对 所以不是那种 说是航东区 但是有些是在支路上的 对 那价格就会便宜 对 这是完全是营的主路 去哪里也非常方便 这期的看房日记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我希望下一期的看房日记 应该是看地日记 对我们去看一下那个80来的地 又说实话 我都脑子里没有印象 80来的地有多大 我也是没有 一点都没有 对啊 80来地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关注我们的太太乐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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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